国度以外的东西 当你把窗打开以后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欣赏 非常羡慕 此前 一名网友无意间看到 人教版小学教材上的插画 插画不仅画风奇怪 细看之下 甚至隐含着淫秽 崇洋媚外等不良信息 此事已经传出 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求整改读教材 同时 也有网友挖出了独教材背后的利益链条 吕静人这个名字也渐渐浮出水面 那么 他究竟是谁 独教材又是怎么回事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有网友发现 人教版的数学教材中使用的插画 十分粗糙 线条晦色 构图奇怪 毫无美观可言 插画中的孩子们眼光呆滞 神色麻木 好似得了唐氏综合症 细心的家长们 更是扒出了与教育意义背道而驰的插画 插画中 有的男孩小小年纪 就在小腿上纹上了纹身 有的女孩穿着不雅的服饰上学 在操场活动的插画中 更是有男生先女生裙子的动作 女生跳绳也暴露过多的场景 这不禁引人怀疑插画师是有意将一些粗俗信息隐藏在插画中的吗 在这种独教材的影响下 孩子们还能够自尊自爱的成长吗 甚至在有些插画中 孩子们穿着星条旗的衣服 大力称赞金发碧眼的外观 一架直升机上还标着N33K这样的字符 在历史上这就是日本侵华的战斗机类型 如果形象上的不妥 还能解释为插画师和相关工作人员的疏忽和审美问题 那么这种吹捧白人外观 美化历史的插画就是在赤裸裸地贬低中国人 孩子们的思想极有可能会在前一末画中被这些插画改变 很快的这一情况引起了社会的热议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此事 甚至有人来到设计方吴勇工作室进行质问 但该工作室对问题避而不答 只是官方的回答道 专门为您家孩子设计的优质作品 事实上不只是人教版的教材出现这种情况 去年新疆就爆出 当地的教育厅领导沙塔尔沙吴策划和授意 编写了包含血腥恐怖和分裂思想的唯物尔语教材 而对于人教版这种全国范围内使用的独教材 危害的是中国整整一代的青年童 我们更要严厉打击 对此不少热心的网友在网上搜查出了 人教版教材背后的人际关系网 吴勇 吕明 吕敬人等名字逐渐浮出水面 在人教版的封面页可以看到 吕明和郑文娟负责封面设计 而版式和插图都有所谓的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负责 然而尽管教材中标明的是这一工作室 网上可查询到的委托合同中也标注了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 但在我国的工商注册信息中并不存在这一记录 实际上所谓的工作室就只有吴勇本人 那这一合同的委托方究竟是哪家公司呢 经过调查 细心的网友发现 负责封面设计的吕明名下 有一个公司叫做北京敬人人敬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其中 吕明只持股20% 真正的大股东是吕敬人 持股60% 这位吕敬人究竟是何许人也呢 原来 吕敬人正是大名鼎鼎的书籍装贞界的泰斗 升平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和头衔 上世纪高考恢复后 他一举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学院的美术系 毕业后被分配到出版社工作 在清华美术学院 吴勇与吕敬人姻缘相识 并成了他的学生 吴勇毕业后也进入出版社工作 成了吕敬人的直系下属 后来 吕敬人又得到了公派出国学习的机会 也就是 在这次出国经历中 吕敬人拜见了日本的设计大师山浦康平 成为了他的徒弟 而吕敬人的大哥正是东京工学院的教授 他的引荐想必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有了出国学习的经历 吕敬人回国后 在书籍装贞与设计的领域内 服药职上还一度获得了许多知名大奖 比如1986年第三届全国书籍装贞展封面设计的银奖 除此之外 他还得到了诸多头衔 国际平面设计联盟AGI会员 中央美院客座教授 以及全国书籍装贞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等等 数不胜数 后来甚至成为了亚洲十大知名设计师之一 而吕敬正是他的儿子 吴永则是他的学生 综合以上信息就来看 吕敬人才是人教版教材的艺术设计总顾问 人教社应该是与他达成了设计协议 但吕敬人不方便签订 委托设计制作合同 也没有自己主持设计工作 于是他派吕敏和吴永参与组织设计工作 用北京吴永设计工作室 这一不具备法律效益的名号签订合同 因此 吕敬人一直隐藏于背后 可以说 吕敬人在学术界获得了强大的声誉 不断开门收图 扩大自己的实力 然后又凭借自己多年在出版社工作的经验 获得了编写教材的机会 在具体的业务上 他又用自己的名字和儿子吕敏 一同创办了北京静人人静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用来吸引合作伙伴寻找商业机会 但一旦涉及合同签署 吕敬人又会使用有名无实的 北京吴永设计工作室来逃脱罪责 合同签署后 他不亲身参与 只是将教材的编写工作交给了儿子和徒弟 此外 吕敬人获得图书装贞界的泰斗称号 已经二十多年了 收过的徒弟想必不止吴永义人 拥有的资源和关系也是错综复杂 而除了公司之外 外界恐怕还有更多与吕敬人有关的公司企业 占据了图书设计 加工等上下游产业 如果不能将这些蛀虫清理干净 像独教材这样的事情只会层出不穷 孩子是民族的希望 而教育他们更是重中之重 因此 独教材必须被清除 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才有未来 但是 人们很好奇 吕敬人这种精明的商业思维 是从哪里来的呢 作为一个学者 难道不会考虑违背学术道德的问题吗 其实我们再往前看就会发现 吕敬人的父亲是一位商人 他的生意与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者之间或许存在着关联 吕敬人的父亲名为吕淑淘 是一个棉房之夜的商人 吕家本来就是富裕之家 他们所穿的衣服也都源于意大利的设计师之手 这一家人就住在复兴中路的大洋房里 旁边都是高级的法国 俄国餐厅 家里还建有一个小型的图书馆 藏书往往都是外国书籍 其中隐含的西方文化 就这样深深烙印在吕家五个孩子的心里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上海很快被日军占领 一部分民族企业为了保全实力 纷纷迁往内地 他们成为我国日后反攻的重要基石 而来不及迁走的一些企业 都被日军强行占据了 当时棉房之品也被认定为军事战略物资之一 因此 未能迁走的相关产业的民族企业 只能停工 进而被日本政府接管 交给日籍会员工厂管理 这些日籍工厂 有包括大康 玉峰 丰田等沙场 除非工厂有跟日军的私人关系 否则难逃覆灭的命运 巧合的是 吕淑淘就有一家大康工厂 1942年他发行了五万大康的股票 而那时上海已经被日军占据了 而且 当时上海陷落后 经营股票的公司 更容易获得敌尾当局的批准 吕淑淘发行的股票 是通过一个名叫许永座的商人 主要做代理注册股票 此人曾成功代理过心服股票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20万元和永元股票20万元 在1942年10月30日 许永座就接受了大康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吕淑淘的委托 将该公司的50万分为5万股代理收足 三年后 抗战胜利 吕淑淘开办了大康应燃厂 生意一直经久不息 那么 吕淑淘的大康厂 与日籍大康工厂究竟有何联系 吕淑淘为何能在日剧时期 生意兴隆越做越大呢 大家心中想必都有答案 吕淑仁的父辈 就有着与日本清华势力纠缠不清的关系 他自己从小也深受西方文化影响 这恐怕才是独教材产生的最终源头 当然 我国教育部也十分重视独教材事件 起初教育部认为 这只是出版社的文化审美出现了偏差 则令出版社和印刷厂进行整改 并加强审核制度 但家长们深感孩子受到了独教材的毒害 因此 家长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认为这样的处理结果只是浮于表面 不尽人意 要求政府进一步调查相关人员 给公众一个答复 国家教育部业很重视公众的意见 于是再次对独教材事件进行调查 很快 这一事件迎来了新的进展 从教材编审到上级审核部门 一共有27个相关人员被行政处罚和党内处罚 其中包括人教出版社 书记 总编辑等人印刷厂的代理厂长失禁也被抓捕并受到处理 而吴勇 吕敏 吕敏 吕敬仁等人也被禁止继续从事国家教材的设计工作 至此 从出版社到印刷厂 从设计者到执行者读教材的上下游人员全部受到了处理 这个结果总算让家长们松了一口气 虽然有些网友希望能对相关人员进行刑事处罚 但且不说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教育部的处罚并不清 这些被处罚的人在档案中留下了不好的记录 有的甚至被免了职 总之 家长 老师和孩子们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最终成功见到了新启用的人教版教材 新的教材插画风格简洁美观 寓教娱乐 既能提高孩子们的审美 也能弘扬他们的文化自信 深受老师家长们的欢迎 吴勇 吕敏在吕敬人的事业下 做出了伤天害理的独教材事件 虽然吕敬人在图书涉及界名声赫赫 但是毫无疑问 他与这次独教材事件是脱不了干系的 通过这次事件的洗礼 我们必须好好监管和反思中国的教育事业 不能再让某些崇洋媚外的专家 在这一领域独断专行 也不能再让这样的独教材 再次出现在孩子们的课桌上 否则 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自信 就要受到腐蚀 这绝非我们想看到的事情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 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讨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 一项 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